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如约而至 各国展商分支踏来 而就在四日 德国总理舒尔茨应邀率经济代表团访华 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到访中国 因此在本届进博会上 德国展商们的情况备受关注 今年是永恒力连续第五届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 连续五届的参展 给永恒力的品牌知名度提高了不少 与此同时 我们的多年的进博的明星产品 也得到了很多的订单 任职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 加大了很多的业务投资 那么对于一个德国的内部物流自动仓储企业来说 永恒力连绝的就在现在这不稳定的大环境下 是吃了一颗定心碗 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以及内部物流自动化仓储 一个紧通式的需求 也会是非常的期待和信心 那我们已经是连续第五年来参加进博会了 那施坦威钢琴在中国呢 也是已经有发展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在了 这次德国总理访华 我们也希望可以借此机会 那中德的关系有了更深一步的交流 那对于施坦威在中国的我们的一个投资 我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那以前呢 我们是主要是代理商的模式 那从2017年开始 我们也开始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开始开设我们自己的直营门店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七家的直营门店 那在未来 我们也会在中国更加多的投资 然后开设更加多的直营的门店 我们汉堡港 其实这是第五次来参加进博会了 那么五年前的时候呢 展台是非常小 到第五年 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扩大了 汉堡港在整个的中德贸易 和中欧贸易当中 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是整个供应链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意思的是 比如说我们汉堡港 吞吐的几张箱当中 每三个是有一个来自 或是去往中国的 在汉堡港的话 差不多是有15条航线 是服务于亚洲和 就是其实就是中国和欧洲的 一个航运往来的 今年我们带来了很多 全球的首发首展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 我们会首发我们的全球的 全能型清洁机器人 随着最近德国总理的访华 我们寄望中德的合作 可以更加密切 请不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